Mone City開啟找食Mone 帶你吃進香港各家Pet Fanny的餐廳 想帶毛鞋一起去撐桌腳 又不知哪裏有好東西吃 那就要繼續留意我們找食Mone啦 我是Idle 強領樂 兩間聖誕當然要和重要的人寬度佳節 一起吃聖誕大餐啦 這種重要的時刻怎麼可以少了毛鞋呢 今次我們嚴選了幾間 適合吃聖誕大餐的Pet Fanny餐廳 吃得開心之餘還可以和毛鞋一起打卡 Let's Go Jill & Grill是一間西式扒房 在堅尼地城的加多近街 一來到就見到粉紅色藍色的基調 超級浪漫 它的地方差不多有7000呎 室外的寵物有善用餐區 有大約5張四人桌 算是區內餐廳之中 有比較多座位可以招待毛鞋 椅的旁邊和桌地 都像可以用來軒狗繩的扣 而且是港版大叔的愛的拍攝地點之一 劇中黃德斌打算和Edan表白 但太太就帶Edan去竹間的餐廳 就是這間了 這個是蟹黃意粉 這個是燒白爪魚 下面還有一些小船的脆脆 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不要看它好像牛馬一樣 其實它是封門柳 這個是他們的沙律 好 讓我試一下白爪魚 先試一下 它的白爪魚都不硬 很容易切開 它是很香的炭燒味 它是很甜的 還有很奇怪的芝士香味 它不像外面的白爪魚 或者有些白爪魚刺身 會有些很硬的感覺 它是完全沒有的 超級軟熟的 這個蟹黃柳 餐廳特地幫我們點了五成熟 它說五成熟剛剛好 不會太生 但又軟軟軟 切來看看 它裡面 焦軸有點脆 但裡面真的好像餐廳一樣 真的軟軟軟 一咬一刻化開 整個牛肉味好出 沖繩著整個嘴 接著就是南柯倫 它是一個雜果南柯倫 它上面的水果都很豐富 它裡面的醬不會滑到很硬 但甜味剛剛好 配上脆脆脆 加上糖分 真的被人家滿足 餐廳的環境又大又美 雖然毛鞋不能進餐廳室內 但餐廳的戶外用餐區都相當寬敞 有不少戶外美景 可以讓毛鞋和主人一起吃聖誕大餐 一邊打卡留線影 餐廳室內還有很多打卡位 但毛鞋就要在外面等 餐廳環境給四星 餐廳的食物種類豐富 種類又多又大分 適合一家大小吃聖誕大餐 來三點五星 第二間要介紹的餐廳flashship 位於灣仔船街 如果晚上來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的危紅燈招牌非常搶眼 毛鞋在這裡打卡都相當搶鏡 餐廳以航海為主題 藍白色做主吊 一共有兩層 由外面看進去 有一種海邊小屋的感覺 帶進去餐廳 就好像置身在船艙裡 餐廳主打中西式Fusion菜 有很多很有趣的菜式 好像腐乳汁羊架 白珍甜醋 羽衣甘藍沙律 而我們今天試的就是聖誕套餐 聖誕套餐有頭盤 有沙律 有湯 有主菜 還有甜品 沙律就是紅菜頭沙律 有意大利黑醋 有芝士 還有Nux 湯就是栗子湯 上面還有吹吹 很有口感 然後就是這個頭盤 這是它的鵝肝冬慕 它是有一點甜點的 它的餅乾適合好 有點像吃甜品的味道 鵝肝的感覺是後面才出來的 但整體感覺有點像甜品 我個人就非常喜歡 甜蘿 它說是可以連殼吃完的 因為它的殼已經經過加工 它就有一點像曲奇的口感 它就不是真的殼 它的殼是脆脆的 弄下去炸的 然後甜蘿的肉後味才出來 還有它有一個牛油 它有一個清脹的香味 充斥著整個口 然後再吃鵝肝 應該就非常清爽了 鵝春味的肉質挺嫩 但味道我就覺得有點濃 用來送酒應該比較合適 到了主菜的部分 它就會有兩個給你選擇 因為是二人套餐 這個是固定的 是聖誕春雞 它跟外面的雞有什麼不同呢 它的油脂會少一點 亦都健康一點 這個就是可以選擇的 我們今次就選了它的 法國油風鴨腿 看起來都很新鮮 好 讓我們試一下這個油雞 它都很容易切開 它的皮還很脆 哇 已經有肉汁流出來了 它超級汁 一切下去就已經全部都是它的汁 它應該是加了蜜糖進去 所以它上面是甜甜的味道 然後它的皮是燒到脆 不過又甜甜的 咬下去 真的很幸福 餐廳環境雖然不大 但整體都有很多小考試 長身有餐廳老闆畫的桃鴉 餐廳內的桌椅擺設也有不少古董 再加上航海為主題的色調 打卡位都算多 讓它三顆星 餐廳食物好吃之餘 還充滿創意 可以感受到設計食物時的用心 不是連鎖大公式那種工廠式作業 吃完聖誕套餐 還會想吃平日的餐點 食物給4.5顆星 今集來到這裡就結束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PetFamily的餐廳 想我們推介的話 記得留言給我們